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从哪儿转过来的 南京 上海 武汉 全国各地的情报部门送过来的 现在已经到了九曲桥监狱 上头的意思呢 是让咱们处理 没办法 我只有接下来了 那上头什么意思 怎么处理 现在的局势你是知道的 东北不保 接下来就是华东和华北 那么这批人呢 有没有利用价值呢 所以 多杀光 这个活 这个活真的很脏 这种好买卖 你永远想着先照顾我对吧 谁让你是我兄弟呢 不过这件事情要保密 不能走漏风生 如果那样的话影响太坏了 我只有信任你了 可是一次杀二十六个人 又不能走漏风生 这事儿 不容易 尽快拿出个方案吧 好 先生 来点什么 给我拿碗洋春面 好的 你稍等 来 先生 这是您的面 再帮我包两个烧饼 好的 你去请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 有收购吗 美国人家给提供了一种 世界上最先进的办法 心理肖像 解释解释 其实就是画像 但是是由心理专家来画 我只要提供这个卧底做过什么 或者可能做什么 心理专家就能描述出他大致的特征来 这样的分析可靠吗 当然了 准确程度取决于已知的条件 也就是说 我提供的线索越多越详细 那得出的结论就越准确越可靠 能具体到什么程度 年龄 性别 生活习惯 脾气秉性 也就是说 方方面面都能涉及到 美国曾经有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 精确到了 这个犯人是个左匹子 有几个兄弟姐妹 好 那就抓紧时间吧 收饼 新情况 李德元已经通过了解放区的审查 确定吗 中央今天上午还给上海市委发来了电报 表彰这次策反工作的成功 这不符合工作程序啊 为什么这么快 李德元刚一到解放区 就立了一个大功 他揭发了一个前入江北的特务 根据这个线索 破获了一个特务小组 经证实是齐北林经营的 这太顺利了吧 局长 再跟您说个好消息 李德元通过审查了 这么快啊 不简单啊 原来跟您说过 我在江北埋了两个小组 让德元揭发了一个 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另一个派给他当助手 只要他们取得了联系 德元那边有什么情报 我当天就能收到 李德元的准备功课做得怎么样了 李德元跟了我那么多年 对局里上上下下的人的背景啊 都非常了解 他走之前呢 我要把咱们局 中层以上干部的档案 给他详细细细看了一遍 应该问题不大 好 德元啊 业务素质没问题 而且这次任务相对单纯 他只要找出一个名字 就大功告成了 是啊 就是这一个名字啊 这是李德元的家 和他两处安全房的地址 需要我做什么吗 拍照片 拍得越仔细越好 你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明白 借我干过 你一定要注意观察 确定没有埋伏的时候再进去 你记住 不要带武器 不许冒险 明白吗 明白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老婆怀孕了 是不是很麻烦 你不用想的太多 恭喜你 好 报告 董长好 辛苦了老范 来来来 坐坐 哎呀 要不是中央级在听你的汇报 真应该让你在我这儿 多休养几天 把伤严好再走 我的伤不还是 知道你今天要走 有些事呢 一定要当面问问你 还是关于李德元吧 对 我个人看法 李德元呢还是可靠的 虽然我们对他的过去 了解的还不是很透彻 带他过来也很仓促 但是他在那天的表现 在我看来 无懈可击 但到了那边 你把整个过程写一个书面材料 没问题 一定办到 李德元揭发的那个特务 不是也查识过了吗 我想 这也能够证明他的价值 当然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不得不谨慎啊 因为我们这里 是离敌人最近的地方 请进 长官同志 快请坐 条件是差了一点 先克服几天 我争取尽快给你改善 不用了 我来江北啊 不是为了追求享受生活的 而是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弥补我过去发现的错误 请喝水 好 你在写东西 对 我想尽快整理一些我所了解的 第八局的内部情况 希望对贵方多起一点作用 你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你揭发的那个潜伏特务胡一夫啊 我们已经抓到了 而且我们还破获了他领导的一个行动组 那太好了 这样 审问胡一夫的时候 如果需要我 我一定尽力配合 我现在啊 就想尽快地参加革命工作呀 多出力 多赎罪 不要急 你刚来两天 应该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 先熟悉一下自己的新环境 组织上呢 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安排工作的 好 我也很想到处看看 多了解了解情况 多接受一些新的思想 那就走出门去啊 不要老是闷在屋子里写材料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自由活动啊 现在就可以啊 你是完全自由的 好 谢谢 你是第一批 进入第八局的情报官员 是谭局长招募你的 不是 谭局长亲自招募的是几位处长 再由各个处长 选拔自己的下级 我呢以前一直为齐处长工作 后来跟着他一起到的局里 现在的几位处长 都是当初组建第八局的元老吗 也不是 有一些小变动 第一批处级长官有情报处的齐佩林 行动处的李伯涵 还有医务处的马卫然 电讯处的沈明征 这个沈明征出事以后呢 就由孙大浦 接任现在的电讯处长了 总务处长一开始是由谭局长自己兼任的 第二年才请来现在的刘欣杰 刘欣杰是最后来的 对 他在局里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势力 你们扶他吗 这个人平时待人挺随和的 出事也公平 没有自己的小圈子 而且啊从来不为难别人 大家也都给他面子 所以他在局里的微信其实很高的 是不是因为他是谭局长的嫡系 谁都得敬畏他三分 可能有这个原因吧 另外啊 大家觉得这个人有点神秘感 可以说有点怕的 我也觉得像他这样平时和气的人 才是真正的狠角散 这对我们挺有帮助的 我们一直比较忽视这个人 觉得他没什么作为 谈谈你的老上级齐处长吧 他可是我们的老对手了 齐处长算是局里资格最老的特工了 他做情报工作比谭局长都早 康战期间呢 他在日委机关做了几年卧底 后来组建了一个行动队 对了 谭局长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他的 而且很欣赏他 他的历史我们很熟悉 说说他的现在吧 他现在在忙些什么 他现在的工作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好像没有什么大的行动 我听说第八局最近在进行内查 应该是由齐处长负责 这虽然是一个保密行动 但连我都听得到 那边机关里传言一定不少 这个事我也听说过 说是啊在找一个贵方打进去 多年的高级特工 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有点空穴来风 也没什么根据吧 并不是空穴来风 确实有这么个人 到底哪有什么美的 哪有 有什么美的 哪有什么美的 到底哪有美的 柱子 你到那家酒馆给我打四两酒 再来一斤酱汁 还是你自己去吧 你帮我干嘛嘛 我不是不帮你忙 是店老板太热情了 昨天我去给你买韭菜 他看着我穿着军装 死活都不要钱 后来我扔了钱就跑 谁知道他还不高兴了 好 那行 那我自己去吧 你去忙吧 是 我去忙吧 老板 打四两九 好 老板 你招牌上上卖的卖字写错了 那应该哪个卖 应该是卖字 那我写的是哪个卖 你写的是买的卖 哪个卖 它吃起来还不是一样 猪头肉还有 今天剩的不多 本来想自个儿吃的 你如果想少来点的 我可以给你切点 那就来一斤吧 老鼠鼓了 好嘞 好嘞 李主任 还好吧 不错 佩玲啊 你为什么要送马卫然去住院 那个医院的骨科主任是我同学 医术相当地好 真是这个目的 当然了 我也是为了调查方便 我希望我的调查对象 都在我的视线之内 你考虑得很周全哪 但是原因恐怕不止这些吧 还是局长厉害啊 什么都掏不过你的眼睛 我眼随小聚光 是是是 我是 有点感觉 可是一时半会儿 我说不清楚 没关系 说不清楚你也说一说 我观察最近一段时间 老马的情绪不大稳定 大概有多久了 半个月 会跟什么有关系呢 要定位还是提前 各种可能性都有 所以我说 说不清楚 怎么跟老马谈起来 你想好了没有 我先不跟他谈 老马这个人啊 平常话不多 但是他心思很细 而且我们大家平常 都不防备他 但是他那儿什么都说 所以我推断啊 他掌握的细节 可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再有 老马这个人非常的敏感 我把他放在医院搁几天 不搭理他 我看他是不是主动来跟我谈 对了 老马他退伤怎么样了 问题应该不大吧 他自己就是个医生 他自己应该了解 他自己应该了解 我那个同学过两天就回来了 亲自给他回车 好啊 那就让你那个同学 多多费心了啊 你记住跟老马谈话的时候 注意方式和方法 明白了 其佩林软禁马未然 其佩林软禁马未然 理由有很多 上次全局体检都没有查出那个枪伤 局长只好作罢 其佩林心里却一直耿耿于怀 看着马未然又缩回到乙边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其佩林悟出一点 马未然这个人要是想隐瞒点什么 还真有他的优势 因为平时无论好事坏事 他都是让人最后一个想到 可就是这样的人 往往知道的最多 因为要是想背着人搞什么阴谋 他也可能是被忽视的一个 进来 处长 刚才这张局势法庭来电话 问第三个情况 谁打的电话 一个姓陈的执行官叫陈兴和 电话您还是一会儿打吧 局长也在找您 好消息 请急的 你找我 你坐 这是你昨天给我的情报 周恩卿传队的货引单据 是这些吧 没错 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 你的来源是什么 我从周恩卿公司的一个箱里 那儿买的 都是假的 你怎么能证明它是假的 我这儿有一份保险公司 上一个季度的营业报告 我和你拿来这些单据对照了一下 完全不一样 那个乡里为什么要骗你 他没道理骗我呀 他是没有道理 庄云青有 什么意思 这个小插曲 恰恰证明我的判断是没有错误的 庄云青在货里确实搞了鬼 那他知道我接近他的目的 就算他以前只是怀疑 这次你花钱去买报表 就等于承认了 那这怎么办 庄云青这个人不好对付啊 所以 我很早就开始搜集他的相关资料 我看就别那么费事了 还跟他下什么棋啊 直接查他不完了 对 他的根基太深了 况且我们这一次证据不充分 忍忍吧 那我还跟不跟他下棋啊 下呀 该下还得下 你呢 要不露声色 让他认为你已经上当了 他奶奶呢 谭忠叔能识破假情报 刘新杰并不意外 他没想到的是 谭忠叔居然提前做好准备 在等着验证他 这次过关的理由还算合格 可刘新杰深知 这种捏造的理由 只能用一次 处长 那个军事法庭的执行官来了 什么事这么急 连个电话都等不来了 我不懂你的门 哪能找到你啊 坐坐坐 听你这话茬像药寨 别装傻 我的犯人呢 谁啊